第三題,右圖是一個連續沉波的部分坡型,AB為坡峰,CD為坡谷,A到C的垂直距離為20公分,水平距離為12公分,且沉波由甲傳遞到已需6秒,則關於沉波的敘述何者錯誤? 我們看到A到C呢是12公分,這個是半個坡長,所以一個坡長就是12乘以2,也就是24公分,所以選項A呢是對的,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上下的距離呢是20公分,而政府呢是從平衡點到坡峰,或者平衡點到坡谷的距離,所以只有一半10公分,所以呢選項B呢是錯的。 我們看到呢他們從A甲呢傳遞到乙呢是經過一個坡長,經過一個坡長需要6秒鐘,所以就表示我們的周期是6秒,所以選項C是對的,而我們知道坡數呢就是坡長去除以周期,我們的坡長是24公分,周期是6秒,所以我們算出來的坡數就是每秒鐘呢有4公分,所以選項珠呢也是對的,錯誤的是選項珠, 所以第三題問我們說,則關於神波的敘述,何者錯誤,我們答案選的是B,正幅為20公分 所以第三題問我們說,則關於神波的敘述,何者錯誤,我們答案選的是B,正幅為20公分 我們說,則關於神波的敘述,何者錯誤,關於神波的敘述,何者錯誤,關於神波的敘述,何者錯誤,關於神波的敘述